Hello 觀眾朋友歡迎回來收睇Battleview 1 我想很多觀眾應該玩完了這個戰爭故事 但工作太忙的關係根本沒時間玩 終於完成了一個項目 接近很接近完成的項目 可以花時間拍片打遊戲 我們今天會玩第三集 之前經過英國的坦克戰 還有美國人辦英國皇家飛行隊的RAF 今天我們會去意大利做敢死隊 我們開始了 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我們在珠王風中領導意大利去突擊 意大利一戰的時候 原本他是同盟國 後來因為跟奧空帝國有磨擦 轉向傑約國 最後得到卑約國的增兵 令到他們獲得最後的勝利 這支部門專門使用高風險的戰略 被稱為敢死隊 敢死隊的信條就是為了勝利 令死不屈 說白一點就是我們必須贏得勝利 否則我們寧願一起死 那時候意大利在這個... 我們先看看故事 哇 這些都很驚人 對 那是 很驚人 時 你很可愛 在那個衣服 那不是我 那是 那是 Matteo 當然 我抱歉 爸爸 多久 你需要 嗎 有多得 沒有 沒有 Zoro It's the time I told you what happened to him It was during our last battle together Just a few days after our 21st birthday My brother's battalion had been ordered To capture a fort deep into enemy territory I wasn't going with him I was part of his special unit With a different mission Our task was to support Matteo's battalion We were a proud unit We changed to the war for Italy The RDD Safuji Masai Savoy Safuji是一個曾經存在的 王國 我們現在穿了一件鐵架威龍的裝甲 不知道 大家應該知道第一次世界 戰爭的歷史 你們知道玩這遊戲有多不正確 不過 我覺得也有好處 吸引很多人了解當時發生什麼事 好 我們要向前衝 看來不是很準 我們要向前衝多一點 我們要向前衝 我們要向前衝 好 終於搞定 那時候奧空帝國和意大利 在阿爾博 在阿爾卑斯山上 久前了很久 意大利有明顯的 有明顯人數上的優勢 但是 一直都突破不了這個 奧空帝國在這個 先放下 放下 好像很多人 這樣 先放下 原本意大利是這個 同盟國 三國同盟 就和這個 匈牙利是 熱民的 就是他們不應該打 但是其實那時候很多人 是不喜歡這個 同盟 再加上 在一個政治上的分歧 就是奧空帝國覺得意大利 是屬於他們 只不過是 這個叫尚未修復的意大利 有一點就是 我和你同盟 但是 我覺得 你的土地是屬於我 對於很多 我們好像沒有人幫忙 這樣 對很多 意大利 就是對這個 很有民族性的 對自己國家 很有 情感的 意大利人來說 他們不可能接受 哪裡 其實好像Rambo 這樣衝進去 啊 拿自己的油 我們要攻陷這個教堂 大家上來 嘩 這種風氣 滅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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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的教堂就是我們 之後的教堂就是我們的 這個薩福爾是15-19世紀 意大利未成為共和國之前的一個王朝 大家都知道歐洲很多國家都是 叫做君主祭憲,以前也有很多的王朝 主要是薩福爾這個家族控制住 薩福爾這個國家 東國你可以說是 地理位置大概就是現在意大利的西北部和法國的南部 那條的界線 我們搶了一個教堂 有一個炮塔在攻擊我們,要撐了 我們的兄弟 就要... 摧毀... 神經病,從哪裏炸過來呢 在上面,我看 因為我們有看槍 用反彈的手榴彈可以消滅 重裝的作用 我們就要用這些 好壯觀 我們要先把這個 好 好 我們上阿爾卑斯山 我估計是應該多些... 多些雪 但應該是山腳的 不是還未上山頂 好,我們要... 我們要... 嘩,這枝很不準 這枝好像... 會比較好一點 好,再上 好 有一個原因 令到... 意大利倒戈 他們... 希望在歐洲的勢力 可以比較平衡 一開始這個... 同盟國... 實力是比較強 所以... 他很害怕這個奧空帝國... 贏了之後... 會令到他們更加的... 腰張 最後就吞併了以色列 對不起 吞併了意大利 另外... 這個...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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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它... 它... 是... 很敢得罪 因為意大利的位置是近海 很多英國的軍艦都在那裏 補給或者經過 他不是很敢得罪英國當時的海軍 噢,我們第一個沒有子彈 導致意大利後來的賭戈 加入了協約國 另外一個就是同盟國主動打人 協約國是被動的,有點出於防衛性質 意大利也不太想去 有些挑釁的行為 沒有了 嘩,這隻 是沒有可能 糟糕 全部都沒有子彈 怎麼辦 我們先撿一下 手槍 嘩,這些 燃燒兵 真的 糟糕 我們這些死隊 好像有點... 糟糕 下來吧 都不會下來 暫打死他 暫不死 都可以了 Oh no 糟糕 我拿著寶槍 頂著 糟糟糕 好了,我們要上了 因為拖得太久了 神經病 糟糟糕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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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甲基本上好像無敵似的 哇,整條狼 排好,讓你開槍 好了,又沒有子彈了 啊,撿了一支步槍,看來我們原本的機關槍 看來普通的難度都... 有點簡單 這樣也沒事 好,我們要炸爆炮插 我們要進去這裡 有點暗 OK 噢,噢噢 噢噢,噢噢 OK,換一換彈 我們可以換走這支槍 實際一點,不要拿那麽 我不是要拋一些東西去炸爆它 4 拋進去,拋不到進去 我們試試炸不炸爆 可以嗎? 好像可以 好,弄好了一個炮塔,應該不只那麼少 火炮已摧毀 我們要去下一個,就是這個防空炮 好,繼續 這個戰爭之前的寧靜 好像突然間滾出來 我站高一點才安全 看得多一些東西 快一點 太多,這個遊戲太多自動的槍械 對,一戰的時候應該是 沒有那麼多,應該九成都是單發 不過當然,如果這些遊戲太過 真實的話 吹尾聲就沒有那麼大 我穿了一套裝甲,真的好像無敵一樣 很困擾 如果我 對著是這樣的 好像AI沒什麼工作 好,我們繼續 好,應該是這裡 乾脆最後一個人 聽見讓我永遠難忘的聲音 就是意大利的 我只能用他們 用他們 噢,不 嘩 用他們的防空炮 打他們 是我的親兄弟 只是一些 很好的朋友的兄弟 然後我們展示給女兒看那張照片 神經病 這樣也沒事 這樣也沒事 Fuck 死了 好,就這樣 可以再來 原來打飛機更難 在地面打 這套裝甲 對飛機的抗性是低很多的 它全部都在不同方向 有些戰機還有些軍炸機 OK 還有沒有 全部都從這邊來 OK 什麼事 OK 過了我版了 這 是 冷靜 也 還說 我 到底是 但那些水平的路上 什麼 OK